酱香卤该如何回锅 这是我们当天没有卖完两三斤的食材 那么我们直接倒入我们这个料渣里面 这个料渣是早上出锅的料渣 对不对 然后把料渣和我们的卤菜给它樱没其中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个保兴膜 给它封住 这样的话可以放在保兴室 然后可以保存到第二天 直接拿出来直接售卖就可以了 这样它的味道还香味都不会减少 这是我们食材比较少的一个处理方法 某种保兴某过之后直接把这个料渣 还有我们的存货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保兴就可以了 第二如果我们当天没有卖完的食材比较多 超过三斤或者是五斤以上 那么怎么办 我们卤货今天出锅之后对不对 我们把存货倒下去 重新把卤水烧开 就把卤货打起来 直接就会运运收卖了 很多朋友说在里面卤的时间久一点 卤个三五分钟 时间久了之后 因为我们的本来是存货对不对 回锅之后很容易什么发黑 也容易破皮 我们只需要倒回去 水开就可以捞起来就行了 这是我们回锅的处理方法